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Puffin 欢迎收看2020年4月27日的每日财经市场动态 首先我们来看指数动态 美股周二大幅下挫,扩大了4月以来的跌幅 微软和Alphabet业趋出炉 通胀和中国新冠疫情蔓延的持续担忧 使得股市周二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下跌 尾盘进一步走弱 标普500指数下跌2.81% 那斯达克100指数下跌3.87% 道琼斯指数下跌2.83% 时间期美国国贷收益率保持平稳 收报2.73%,下跌了10个BP 全面上市公司昨天创出股价新高的只有64家 而创出新低的达到了1728家 昨天没能延续周一的技术性反弹 在股指关键的位置 大盘股尤其是科技龙头股 带领股指大幅下挫 多只股票出现了脱离日线中枢 下跌中枢的小级别第三类卖点 我们看几只大盘股的表现 卖台下跌3.23% 苹果下跌3.73% 亚尔逊下跌4.58% 威晚下跌3.74% 英伟达下跌5.6% 市场已经进入了杀跌阶段 下面我们来看过去一天都有哪些消息推动了市场 首先我们来关注乌克兰保卫战的消息 俄罗斯表示将从周三开始停止向波兰和保加利亚输送天然气 这是俄罗斯首次落实总统普京三月份提出的一项威胁 既对那些不按新的战事条款支付天然气款项的国家切断供应 俄罗斯的这一决定对波兰的影响不大 因为波兰已经准备在今年年底前停止使用俄罗斯天然气 但对对保加利亚来说是个较大的问题 概括本是75%以上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 而且没什么可以立即可用的选项来完全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 在入侵乌克兰后的两个月里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一直保持着强盛的势头 美国的许多盟友将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排除在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之外 在能源价格飙升之际 印度和其他国家纷纷抢购俄罗斯的廉价石油 但熟悉交易情况的交易商说 最近几天出现了出口困难 难以找到买家购买足够的石油来填满邮轮船队 欧洲实施的制裁正开始影响俄罗斯为原有找到海外买家的能力 随着西方强化帮助乌克兰自卫的承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正在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 并称这可能会升级为一场使用核武器的全面冲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德国对记者表示 任何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虚张声势都是危险和无益的 德国国防部长表示 德国武装部队已经把退役的被称为猎豹的防空坦克 现在正在翻新并送往乌克兰 德国还将提供大约50门德国自制的自行火炮 这将是西方国家罕见的向乌克兰大规模交付非前苏联武装系统 此据也标志着德国总理舒尔茨政府的一个转折 世界银行周二表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冲击之下 全球燃料和食品价格今年料将大幅走高 这意味着大东商品成本上涨将继续持续构成通胀压力 世界银行表示 今年能源价格比去年相比已经大涨50% 此前在2021年上涨了将近一倍 世行预计能源价格随后将在2023年下降12.4% 食品价格今年料将上涨22% 明年料将下降10% 食品价格去年上涨了3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情况 尽管疫情方面 昨天上海确诊家无症状为13500例 北京确诊家无症状为34例 北京昨天开始对2000万人口展开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员核酸检测 但各区防御松紧程度不一 部分小区要求入区人员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部分小区的检测则非强制 疫情严重的上海昨天也展开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但昨天早上开始当地的核酸检测登记系统不负重贺陷入瘫痪 令上海防疫能力再受质疑 不少市民在网上表达不满 有网民称早上6点在雨中排队等了一个小时 结果不告知系统鼓掌 让他回家后等一小时再下楼 第二次下楼等了半个小时 但系统再次瘫痪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过去几周的会议上 习近平向高层经济和金融官员表示 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很重要 因为这对显示中国是由于西方制度 以及美国政治和经济上都在衰落至关重要 上楼知情人士说 为响应习近平提振经济的号召 中国政府部门正在讨论 加快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 特别是制造业 科技 能源和食品行业的项目 讨论内容还包括为自己消费支出 而向个人发放优惠券 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 美国经济同比增长百分之5.5 增速超过中国经济的4%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困局 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倒出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本来想宽松 突然发现没有了房地产 信用传导堵了 本来想降息 突然发现中美倒挂 资本流出无法降息 本来想降准 突然发现企业都不开工 不需要资金 本来想鼓励投资 突然发现因为防范资本无需扩张 大家都不敢投资了 本来想鼓励消费 突然发现老百姓都没钱 还欠了一屁股房贷 信用贷款呢 中国财政部周二五后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到三月份 国有企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2.9%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 和前置相比 上述两项均大幅放缓 延续了几个月的放缓势头 中国为遏制冠兵疫情 实施的严厉防控措施 可能会在亚洲 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供应链 引发一场新的紊乱 甚至即使疫情得到了控制 但随着成群的货船再次航行 干扰也将波及全球 预料会持续数年 中国一战全球贸易量12% 防疫管制令工厂和仓库停工 卡车运输变得放缓 集装箱堆积如山 咨询公司克尔尼的合伙人表示 78%的公司总裁正在考虑 或已经调整供应链 全球化永远不会消亡 但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下面我们来看周二公布的经济数据 首先是实际M1 也就是流通中现金加存款的存量 M1在美联储无限量宽之后 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目前保持着高位 美国新建房屋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平均价格达到了52.39万美元 年同比上涨26.3% 月有环比也上涨了3.1% 美国房屋供应保持在历史均值附近 目前需求的强劲 仍然持续推动房屋价格保持上涨 另外 耐用消费品需求也依然强劲 春天上的新订单金额 可能在年内创出新高 比如汽车及零部件订单 目前也保持高位 显示汽车需求非常稳定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推特并购案 知情人士称 推特聘请的投行顾问 在幕后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 称不仅马斯克每股 54.20美元的出价是公平的 而且该公司也可能难以凭一己之力 达到同样的股价水平 与此同时 科技股大跌 甚至包括Meta等印钞机类的股 都难逃跌势 这让马斯克的全现金出价看起来更具吸引力 马斯克将面临是否允许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返推特的问题 在去年1月6日国会骚乱之后 推特永久性封停特朗普的个人账户 本周一 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他不打算重回推特 而是会使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与支持者进行沟通 马斯克公布了他在短时间内 凑出的465亿美元融资的细节 其中包括210亿现金 130亿推特并购贷款 以及125亿特斯拉股票质押融资 此举令推特的董事会感到意外 也增加了马斯克一周前提出的 粗略收购方案的可信度 与此相关 据分析师称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计划 要求这家社交媒体公司 在资产付代表上 新增至少130亿美元贷款 这将使该公司的信用评级 在垃圾集中进一步下调 如果最终的公案没有完成 双方中的一方将获得10亿美元 周二下午公布的公告显示 双方都要支付10亿美元的解约费 金管公告明确指出 该交易应该在6个月内完成 不过如果交易遭到监管机构阻挠 这一期限可能会再延长6个月 下面我们来关注特斯拉的相关消息 特斯拉周二股价下跌12% 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特斯拉的股价目前自4月4日以来 已经累计下跌约23% 我们仔细来看资金来源不难发现 全部资金其实都是来自于特斯拉 211千金来自于特斯拉股票的出售 125亿美元保证金贷款 来自于特斯拉股票的质押 目前推特亏损 130亿美元并购贷款偿还 也将部分依赖于马斯克未来套现特斯拉 而更重要的是马斯克的时间 他还有时间进行特斯拉吗 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家科技巨头的季报信息 Alphabet 公布第一季财报销售额为680亿美元 符合华尔街预期 受科技因素影响 净利润下降8.3%至164亿美元 低于预期 该公司表示 第一季销售额同比增长23% 增幅为这家科技巨头 自2020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该公司当时出现了一个销售额大幅增长期 因为大小企业都拥入广告市场 寻求赢得那些在疫情早期被封在家里的客户 该公司在去年的销售额增长了41% 全球经济动荡 扰乱了数字广告支出 而数字广告支出在疫情之后也已经有所放缓 Google Cloud的销售额从上年同期的约40亿美元上升至58亿美元 但是运营仍然亏损9.31亿美元 该公司股价周二收盘下跌3% 公布业绩后下跌超过4% 公司表示将额外回购高达700亿美元的股票 下面我们来关注微软的消息 微软最近一个财报的收入和利润双双增长 但是因为随着疫情引发了转向远程办公的趋势 对其云服务和软件需求持续攀升 收入同比增长了18%至494亿美元 新利润增长8%至167亿美元 均好预期 但是公司的收入年度增长下滑 季度增长更是创出了两年以来的新低 在公布业绩之后 微软的股价盘后下跌超过2% 下面是一组公司信息速报 福特公司的第一辆全电动F150皮卡周二下线 标志的公司向电动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现在刹卡式卡车被称为闪电 是美国几十年来最畅销的F150皮卡的电池驱动版本 Robinhood周二盘后表示 最佳在线交易平台将裁员本质9 与此同时 公司的股价再创新低 澳大利亚消费者监管机构对Uber提起诉讼 此前Uber承认 在取消行程的警告信息和Uber Taxi车费估算中 做出了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陈述 Uber将面临2600万澳元的罚款 美联行周二表示 将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跨大西洋业务扩展行动 从4月中旬到6月初将新增或恢复总航班30个 富达投资计划允许 投资者在他们的401k计划中开立比特币账户 这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大型退休计划供应商 根据该计划 富达将允许401k账户持有者 把多达20%的账户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下面我们来关注股指结构 首先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和日线结构 目前标普500指数在4100至4800点周线中枢构组当中 周线向上一笔已经饱满 而需要周线向下一笔构筑周线中枢 日线上的一笔周二快速跌破之前的周线上涨趋势线 而周线向下一笔内部没有出现日线线段 也就是至少三笔 目前结构仍不饱满 日线有向上一笔的反弹需求 但需要在4小时先止跌 日线即时反弹还有触底构建周线中枢的需求 未来仍有下滩的空间 下面我们来看标普500指数4小时的结构 目前4小时趋势下跌没有出现被迟 大家比较图中红色椭圆所框出来的区域 可以见昨天和前天的下跌力度非常之大 4小时小转大反弹并没有成功 在不出现小转大的情况下 只有在当前位置构筑四小时中枢 才可能未来发生逆转 而构筑与上方大小相似的四小时中枢 需要大概两周左右的时间 我们来看标普500指数30分钟的相应结构 目前30分钟还没有出现中枢 也没有出现盘整被迟 周一30分钟出现了小转大 但是周二再次出现了逆转的小转大 使股指继续逆势向下 在当前位置构筑30分钟中枢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只有在30分钟中枢扩展成4小时中枢之后 才能止跌生成日线的向上一笔 下面我们来看纳斯达克周线和日线的结构 目前纳斯达克在13000至17000点大震荡中 周线向上一笔已经饱满 日线中枢可能会扩展为周线的中枢 也就是图中的黑色区域 日线周一初级周线上涨趋势线之后反弹 但是周二快速的跌破了趋势线 正试图脱离日线中枢向下加速下跌 我们来看纳斯达克4小时的相应结构 日线一笔的内部只有一个4小时中枢 离开段的力度大于进入段力度 将图中红色椭圆所框出的区域做一个对比 就会看出昨天下跌的力度远大于进入段 在明星科技股财报失落的情况下 至少需要完成一个4小时中枢才可能止跌 那么在纳斯达克指数30分钟的结构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一笔 内部还没有30分钟中枢 也没有出现盘整被迟 图中红色椭圆框出的区域 做斜律的对比即可看出 在当前位置形成30分钟 中枢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30分钟再出现三脉 就会加速下跌 大家要格外留意 从大区公司指数周线和日线结构来看 目前是在32000点到37000点的准周线中枢震荡当中 试图先让脱离中枢被打回 周一触及中枢下延以及周线下跌趋势线反弹 但是周二继续快速下探 结构上将继续向下探底 即使反弹也需要留意日线继续下跌 以完成周线向下一笔 股市近期非常凶险 各位请留意 今天与各位分享的这幅名画 是德拉克洛瓦的淡定之咒 德拉克洛瓦描绘地狱的才华 与情感信念非同寻常 画面前景逆水者四肢摊开 尸体泛白腐烂 身上的每一滴水都闪着惊悚的光泽 世人的手惊恐而难以置信地抬起 与观者的反应相呼应 人在面对死亡的痛苦挣扎时 会暴露出人性中最令人反感的 表现激烈的和惊恐的一面 但中心人物维基尔 高贵威严的面容 令画面更加稳定 他意识到了人类的悲哀 将苦难作为人生的一部分 面对动荡的环境 下跌的股市 我们需要保持心中的平静 而巴菲特曾经说过 投资的奥秘是独立思考 和内心的平静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各位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明天见